一笔一画专心的写着名字 这一张张深红色的卡片是 如明辉和杨梅花这对夫妻党 加入此季已有27年 挥手当志工的这些年 每一幕都宛如昨日 27年前说真的志工很少 可是事情很多 坦白讲真的很坎坷 因为那个年代 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功修处 不过就是有了做就对了 所以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还好没有这么多人 我们多做一点 以前我们做环保的时候 那个车又每次要等人家来 所以我就想到 倒不如去找一张 罗里的来生 只要你肯做 你想做 没有什么说不到的 假使说你要找一个真生美的团体 可以来到慈祭 如明辉有慈祭水龙分会 金牌司仪的美誉 以往大大小小的活动 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多年来也一直承担 陪伴慈青的责任 希望能种下一颗 善的种子 在大学生的心田 慈青给我们最大的就是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很贴心 而且商人也一直在讲 慈青就是慈祭未来的这帮人 我就是凭着这句话 我坚持到现在 熟练的转动方向盘 杨梅华的车是一辆菩萨车 只要有志工需要接送 他亦不容辞 父亲俩在慈祭路上道心坚定 莫忘当初的那一念 两千年回去受证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要发大愿 我也发了一个大愿 就是生生思思跟着商人做慈祭 也是这么一个愿 一直带来今天 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做到最后一口气 我为什么不敢停下来 我是觉得在慈祭市 我需要慈祭 不是慈祭需要我 戴爱新闻 刘静新 李延军 马来西亚报道 前面 李延军 带来